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皇上人 我是Black Hawk教会华语部的牧师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8月23号 我们Black Hawk华语部的主日崇拜 虽然我们每个人在家中在献上 但是感谢主我们一起 还是可以同心合意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 感谢主 那我们就先用一首诗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在神的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 不凭邪气不凭实力 单单依靠主圣灵 在神的国度里 殊胜的子民 不分语言在你面前 将荣耀归于你 愿你国度降临在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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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 愿你神灵 在神的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 在神的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 有权柄和能力 不凭邪气不凭实力 不凭实力 带他依靠主圣灵 在神的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 愿你国度降临在这地 愿你国度降临在这地 同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 愿你神灵 愿你神灵 彰显在这地 神灵神灵 你值得你 我们主力 在你同来临 我们是你 尽全自命 在这天国是你 尽全自命 在神灵 尽全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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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神灵 天宝 光临在这地 同时感觉 从天所有人生命 天的山顶 展现在这里 心虚传续 引起的地 我们主义 才明明我无难以 愿意光顾 展现在这里 风寻当地 终于生命 愿意生命 展现在这里 心虚传续 引起的地 我们主义 才能够带你 Zither Harp 耶稣 愿你国土降临在这里 同行高举主耶稣的 是你 优优独播剧场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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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接下来是我们这个礼拜的报告事项 第一呢是感谢主 我们的田恒亮弟兄跟徐婷姐妹 在8月8号的早上8点钟 已经顺利的完婚 在主面前成为一个新的一对 感谢赞美主 所以我们在疫情当中还是能够有喜事的 也请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常常在祷告中纪念 祝福他们 让他们一起来建造一个基督化美满的一个家庭 我们一起在这里献上我们的祝福 第二的话是也请为各位弟兄姐妹 因为现在快要开学了 为我们的子女 也是特别是为大学生 尤其是大一的新生 他们适应新的这个学校的生活 不管是已经去到学校的 或是快要去学校的 或者是留在家里上网课的 也求主帮助我们的大学生能够适应新生活 而且如果是聚到校园就不受感染 能够顺利的继续进行他们的学业 好,那第三件事情是 我们还是有这个陪灵的退休会 就在下个礼拜五 应该说这个礼拜五 8月28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 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 小型迷你的陪灵退休会 是由我们的 最近刚刚退休的Nancy牧师 来为我们主持 她是负责我们同工训练的 是我们铁三角里面 Pastor Chris他跟Pastor Greg 所以她是在我们里面 常常做很多同工训练的一个牧师 她这次特别受到我的邀请 感谢主她答应了 所以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 那全程由我来翻译 那在Zoom的这个会议室的代码 打在这个投影片的这边 874-376-1-1650 好,然后如果各位还有想要 弟兄姐妹还没有加入小组 想要加入小组的话 欢迎可以找我或是找Tony弟兄 然后如果你要参加这个 我们有个新的周四晚上的小组 第一个周四晚上的小组 你也可以跟Eleanor姐妹 或者是Helen姐妹 他们的email都在投影片这上面 也可以直接跟他们联络 就可以参加 因为反正现在所有的聚会 我们都是在网上 好,那最后一件事情 跟上个礼拜一样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全面转型 做这个网络家庭教会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同工 因为我们同工的性质就比较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这里有列了各种各样 在网络啊,或是博客啊 还是做文字啊 如果你打字很快啊 做文宣啊,然后联络啊等等 或是在这个面对新人的这个跟进等等 我们都非常非常的需要 也非常欢迎弟兄姐妹来投入 可以找胡志荣弟兄 TWOO at BlackHawkChurch.org 欢迎跟Tony弟兄来联络 好,那我们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 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 直言不讳的诗篇的讲道系列 我们已经进入了到第十篇了 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 诗篇第110篇 那我今天的主题呢 叫做万王之王 那感谢主 这篇是非常重要的诗篇 而且它是我们前面两个礼拜前 读的这个诗篇第二篇的一个延续 所以诗篇第二篇跟诗篇第一百一十篇呢 可以算是一个姐妹篇上下篇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来读诗篇第一百一十篇 这个延续的一个这个诗篇 但是因为他们有这个上下文的一点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 前情提要一下诗篇第二篇的这个意思跟这个内容 好,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从诗篇第二篇的这个 这篇讲道系列里面 我们看到的这个 我写的这个总结 那它是什么呢 它就是其实诗篇第二篇 就是整本圣经 整个福音的一个浓缩版 一个总结在这里 所以第一我们看到 我们活在一个什么 又愤怒又肤浅的一个世界里面 第二,撒旦呢 他的天使 他跟他的天使都反叛了神 然后第三 所以呢 神就立了一位新军 就是谁 尼赛亚 第四 尼赛亚战胜了撒旦 还有他的这些的爪牙 而且是什么 在十字架上面的这个 主耶稣他的这个决一死战 在那里打败了死亡 打败了撒旦 打败了他一切的这个邪灵这些爪牙 最后就轮到问我们这个问题 那我们要加入哪一边呢 这个大战是从古至今 一直到来发生的 而没有中立的地方 我们要选择哪里 好 这个就是诗篇第二篇的整个内容的一个浓缩 其实也是整本圣经的一个浓缩 也就是我们的福音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正题 我们就来看诗篇的第110篇 我来读 一共有七节 这是大卫的诗 耶和华 耶和华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的仇敌 坐你的脚凳 耶和华 必使你从喜安 伸出能力的权杖 要你在仇敌中掌权 在你征战的日子 你的人民都乐意来投身 你的少年人以圣洁为装饰 好像清晨的甘露 到你那里 耶和华起了事 绝不反悔 他说 你永远做祭司 是按着麦基喜德的体系 主在你的右边 在他发弄的日子 必剿灭猎亡 他必在猎国中施行审判 失守就遍满各处 他要剿灭地上各处的首领 王要喝路旁的河水 因此他必挺胸昂首 好 感谢主 就这么短短的这个期节 可是读完之后 各位弟兄姐妹 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你的感想是什么呢 或者是就很简单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这里也提到什么 尼赛亚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是整个在提到一个 就是一个尼赛亚的这个概念 那我们对心中 对尼赛亚的概念又是什么呢 然后特别特别呢 提到尼赛亚的地方呢 是在这个第三节的地方 我们的这个感受是什么 如果给大家看第三节 我们来重新回顾一下 第三节我来读 在你征战的日子 你的人民都乐意投身 你的少年人以圣洁为装饰 好像清晨的甘露 到那里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征战的画面 这是一个在那个征战的日子 会有大批大批的士兵来投入 站到那个战线上 然后呢 一副这个整齐的列队的那个摆正的那个正式出来 而且里面什么都是年轻人的 各个年轻力壮 然后什么一个这种军装闪闪发亮的那个样子 非常的雄壮威武的 那那个尼赛亚就像什么呢 打将军一样 然后领导他的子民要出来打胜仗 而且大家是非常甘心乐意的来重军 跟他一起打 这是第三节 让我们看到这个 很像一个非常军事的一个画面 要打仗的 好 那打完仗之后呢 我们知道尼赛亚当然会打胜仗 打完仗之后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第五跟第六节 好 我来读 主在你右边 在他发怒的日子 必剿灭猎亡 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 失守就遍满各处 他要剿灭地上各处的首领 好 那我在这里重申一下 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又看到 要消灭敌人这种意思 跟诗篇第二篇很像 要粉碎他们 要用铁杖击打他们 那在这里面呢 也是感觉是很残忍的 就是说施行审判 然后失守就遍满各处 但是道理跟诗篇第二篇一样 我在这里重申 这里的仇敌 这些敌人是什么呢 这些君王是什么呢 是指着撒旦跟他的谢礼 跟第二篇的这个讲的是一样 所以呢 读到这边 尤其是读了这个第五节第六节 你我的反应是什么 是恐惧比较多呢 还是那种很敬畏的那种感觉呢 然后我们想到这个 哇这个 里面出现这个角色 这个君王的角色 其实就是尼赛 但是他是不是一个很狠的角色呢 出手就是一招 就是保证致命这种感觉 那 很容易我们就不喜欢这种诗篇 我们读到的时候 心中也没什么感动 就是 哇 就是一些狠话 然后 有人闹狠话 然后这个人是狠角色 就不会是这样子 所以你就知道说 跟诗篇第二节读起来味道很像 对不对 就是一部这种很威严 然后又有那种恐吓的意味在里面 所以我们很自然 就不太会喜欢 不太会喜欢去读诗篇第一百一十篇 但是 这一首诗篇 非常的重要 它是所有的新约的作者里面 最喜欢 最常引用到的 旧约圣经里面 最常被多被引用的 就是这首诗 耶稣认为它非常的重要 门徒也认为它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一首诗让我们了解 弥赛亚这个角色 会让我们更清楚 而且可以了解到弥赛亚这个角色 还有他的那个大能 所以呢 有些人会 我来说明说第一节 对不对 第一节在这里的话 我们又看到什么呢 说 我就来说明这个弥赛亚的角色 它就在第一节里面 耶和华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的仇敌 坐你的脚凳 好 那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 有些人我们可能觉得 这句话怎么这么的奇怪 对不对 耶和华怎么是在 难道他是在自言自语吗 耶和华对我主说 我主不就是耶和华吗 那我就特别来针对这一点 做一个说明 那我主指的 不是耶和华 那这里的耶和华是指的什么 是 就是牙卫 但是用中文翻耶和华 其实它叫牙卫 那牙卫 然后我们的父神 那这是一个父神的角色 那父神在跟这位 所谓的我主 这位在讲话 那这个 我主 就坐在主耶和华的右边 那就是什么 跟他一同坐王的意思 这就是坐在他的右边的这个意思 也就是什么 一起坐王 在那里共治 共同的来治理 然后呢 后面就有一些很有威严 所谓的文化是什么 使你的仇敌 坐你的脚凳 好 那这是一个很鲜明的一个画面 是什么呢 就是完全的彻底的去压制 敌人的这种一种画面 对不对 好像是踩在脚底下这种感觉 所以敌人是彻底的被践踏 然后被羞辱这样子 然后 这个就是什么 主耶和华要赐给这位 我主 其实就是尼赛亚这个角色 给他的这个权力 给他的这个高位 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位置 所以妙就妙在这里了 这是大卫写的一首诗 大卫看到 大卫听到说 耶和华对我主说 这是大卫他的他的看见 而这一首诗呢 居然在大卫之后的一千年 当耶税来到世上 耶税降生在地上的时候 主耶税用这一节经文 就是这个110篇的第一节来 说明他自己的这个身份 好 那我们特别是在哪些地方 可以看得到呢 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就举这个 马可福音 其实我们就是 近年才刚刚读完 马可福音春天的时候 对不对 耶税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当时他在跟那些的宗教领袖 就是那些法利赛人 在那边进入最后的那个总对决 就是真的在那个抗衡的时候 在那里变的那个时候 那主耶税就是用这一句话 这一首诗来表明他的身份 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二章 我来读 第35到第37节 耶税在殿里教训人 说经学家怎么说 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 大卫自己被圣灵感动 却说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把你的仇敌 放在你的脚下 大卫自己既然称他为主 他又怎么会是大卫的子孙呢 群众都喜欢听他 所以群众也很希望知道说 为什么是这么一回事 怎么会大卫的子孙又称不他 我主呢 这不是很奇怪吗 好 因为法利赛人也都这么认为 犹太人的这些众人 一向也都是这么认为 所以耶稣就证明什么 法利赛人其实就是不懂 尼赛亚 是大卫的子孙没有错 尼赛亚是从大卫的后裔里面 出来的这一句话完全没有错 圣经也是这么写 旧约的脉络也都是这样子写的 没有错 所以这个期待 也就是说 尼赛亚是从大卫的子孙里面 出来的没错完全没有错 但是 但是这个答案只对了那一部分 法利赛人根本没有去看到 整个尼赛亚的那个全貌 没去弄清楚 没看到全部 只抓到了一小部分 那其实弟兄妹 最危险的就是这样子 最危险的就是这种懂一点 然后呢 其实是什么 是懂但是非懂的这些人 很可惜 法利赛人不懂就是不懂 就以为只是大卫的子孙 就把他单纯当作是一个人 反正就是一个大卫的后裔出来 就对了 来当做我们的领袖 来当我们的军事领袖 帮助我们胜过网马政权 就这样 所以就很可惜 没看懂大局 而尼赛亚真实的身份 当然是远远的 打过这个大卫的子孙 如果是那样子的话 那尼赛亚就是反正 只要有一个皇室血统的人 这个大卫的后裔 出来犹太人 就是登高一呼站起来 搞个军队就行了 但是完全不是这样子 透过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诗篇的这110篇 我们知道 尼赛亚就不只是大卫的后裔 不然大卫就不需要称他为我主 哪有人自己是祖先 结果叫自己的后裔我主 那不是很奇怪吗 而这一首诗是 大卫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可能是在异象当中看见的 他去听见圣父在跟圣子之间的那个对话 说耶和华对我主说 对不对 这篇的诗篇的这些话 对不对 所以尼赛亚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说 是神 是神 也就是圣子 耶稣基督 就是圣父圣子圣灵里面的圣子自己来担当这个 尼赛亚的这个角色 原本大家以为是个人 是个大卫的子孙要来担任的这个角色 结果没有想到三一神中间的这位圣子 他居然愿意来担当这个角色 自己化身为人 降世为人 来做这位尼赛亚 自己降卑成为大卫的子孙 问题是法利赛亚同不懂还是不懂 当时犹太人就是不懂 所以我们刚刚读的不是马可第十二章吗 那我们继续读到第十四篇的时候 还是没懂 我来读 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的第六十到六十四节 我来读 大西是站起来走到中间 这是他们在考问耶稣的时候 他就问耶稣 这些人作证 控告你的是什么呢 你怎么不回答呢 耶稣却不作声 什么也不回答 大祭司又问他 你是那受称颂者的儿子基督吗 耶稣说 我是 你们要看见人子 坐在全能者的右边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大利西斯就撕裂自己的衣服说 我们还要什么证人呢 就这一段对话 耶稣很清楚的来告诉大祭司 还有告诉那边的那些所有的那些法利赛人 对不对 我就是坐在父神的右边的那位圣子 我就是跟耶和华神共治 我就是神 他就是三一神里面的第二位圣子 那这就是他 你看耶稣他跟法利赛人的这段对话 跟大祭司讲的这话 他就是用诗篇110篇 因为只有尼赛亚 还有圣子在神的右边 那耶稣基督就是圣子愿意来担任这个角色 同样的 不只是耶稣 我们在看到保罗 在保罗他的书信里面 也是很清楚的来重申这一点 我们看以福所书第一章我来读 以福所书第一章19到23节 我读其中部分就好 我从20节开始读 所以神怎么样 神在基督的身上 对不对 神叫基督怎么样 不只是从死人复活 而是让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做主的 和今生来世一切 所能举出的一切的这些明显 然后怎么样 神又使万有都归伏在他的脚下 并赐他教会 然后让他做万有的元首 所以保罗同样提到 神让基督怎么样 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这又是在应用 诗篇第一百 一诗篇 对不对 然后又让他超高 高过一切 高过一切的执政掌权的 所有做主做王的 好 那保罗在这里提到这个基督 对不对 运行在基督身上 让基督坐在天上 那这个基督是什么意思呢 基督是耶稣的头衔 那基督是希腊文 但是是从西伯来文 尼赛亚翻过去 所以基督就是尼赛亚 尼赛亚就是基督 而尼赛亚是什么意思呢 受高者 但是在这里我们就借着 不管是诗篇第二篇也好 诗篇第一百 一十篇也好 我们就看到了这位尼赛亚是什么 他是至高的掌权者 他是全宇宙的掌权者跟主宰 所以每次当我们提到基督 这两个字的时候呢 我们在谈的就是这位 至高绝对的掌权者 我们做基督徒 必须要了解这一点 不然我们就不能叫基督徒 因为我们跟随基督 结果基督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我们没弄清楚这不行 基督的意思就是受高者 而这位受高者 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 很清楚告诉我们 是这位至高的掌权者 他坐在父神的右边 跟他共治 掌管全宇宙 而会粉碎他的敌人 好 所以我感谢主 透过这两首诗篇 我们身为门徒 我们做主的门徒 作为基督的跟随者 我们叫自己说基督徒 那我们就很清楚 基督是谁 我们就很清楚 自己跟随的是谁 我们的老板是谁 他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就能够弄懂了 我们就知道 我们跟随的是宇宙的大君王 那我们既然知道了 感谢主 这个基督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知道老板是谁 可是我们如何来跟随呢 我们现在现今的这个社会上 用我们在今天21世纪的基督徒 我们怎么来跟这位基督 我们的老板呢 那我们就来想想看 我们今天怎么跟我们的老板呢 我们怎么跟我们的同事 还是我们的上司来相处呢 我们怎么在我们所属的组织里面 跟随做一个称职的一个人呢 我们就讲我们的这个沟通 还有我们的这些联系的方式好了 好 现在我们大家说 公司还是我的单位的这个email来了 我收到电邮 还是我收到在微信上还是LINE上 还是收到简讯什么都好 联络来了 可是现今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好 上班时间我可以看一下 不是上班时间我可以怎么样 已读不回 对不对 然后呢 某些时刻我不方便 我不高兴 我心情不好 我怎样 我怎样 某些时候我们就关机 反正我就不收 反正就是我私人时间 你不能管我 对不对 如果今天我在单位 我在公司好吧 那我勉强看一下 我很称职 我看一下 但其他时间不一定 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很选择性的在那里回复 对不对 我心情好我回复 我心情不好我不回复 明天上班时间再回复 或是我现在休假 我休完了再回复都行 对不对 有时候是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在应付老板的时候 有可能的反应 对不对 很多人是这样 可以已读不回 可以装傻 对不对 那这个就好像什么呢 我有时候呢 比如说好 我今天在跟Pasor Chris 我们的主任牧师在开会 然后呢 有时候他就聊天 顺便聊到 这个话题岔开 或者是顺便他想到 芝加哥小熊队 他最在乎的 他是小熊队的铁粉 然后呢 只要他讲到芝加哥小熊队呢 我还有其他几个童工 其他几个牧师 可能偷偷的就 我们的心思意念 就自动切换 飘到别的地方去 我们就想到说 哎呀 等一下要关心哪个弟兄 哪个姐妹 哎呀 等一下哪个施工 要稍微跟进一下 哎呀 中午是要跟 其他几个童工去吃饭 还是自己在厨房 随便煮个干面就好 然后小熊队的事情 就装作在听 然后就这样子混过去了 会自动过滤 只要小熊队的对话产生 或者讲小熊队的笑话 然后等到小熊队讲完了 现在讲 下三个礼拜以后讲到 我自动又切换回来 我都已经可以自动切换了 所以我们是怎么样 我们是非常选择 人是非常选择性的 去过滤东西 我要的我就要 我想听的我就想听 我不想听的我就不想听 我自动会去过滤掉它 我们现在的人 21世纪人都是用我要的方式 我选择 因为我们自有习惯的 而且我们人本来就是有喜好的 所以我们就各取所需 我想要听到的我就去听 我不想听的我就去不听 做什么事情很多都是这样子 我要的我就去做 我不要的我就是很勉为其然的去做 或者就是根本自知不离不去做 那我们对神的方式 我们对神的态度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我们有困难的时候 哇 拜托 求主 帮主 求主 什么我全心全人投靠主 主啊 你是我山寨 我避难所 就你帮我 一定要帮我这一把 我现在遇到一个困难 很热心寻求主 可是如果我平常没事的时候 我是不是非常选择性的理不理主 都还是一回事 神在呼召我 神要跟我做话 我会不会已读不回 我也说也会犯这个错 我说 哎呀 神啊 我很累耶 我服事很多耶 我说 哎呀 神啊 我现在要陪小孩 我要陪太太啊 我也是要顾家 哎呀 神啊 我是现在想要放松一下 看个古装剧啊 可以暂时跟你请假一下吗 所以 有时候我们就是非常的 用自我选择 在跟面对神 我们完全选择性的 想要听什么就听什么 不想听什么 就把神搁着 这就变成一个非常 所谓的消费主义的 一种跟随神的方式 完全克制化 针对我自己的需要 我自己认为我的需要 我的喜好 就好像我们说 很多人消费主义的 来去选择教会的时候 选择教堂的时候 就是很消费主义 哎呀 这边的诗歌 我很喜欢 哎呀 这边的讲道 我听了很合合的胃口 那我就去 然后呢 听完就走 那就是好像 我是去消费的一样 而不是说 我选择教会的时候 我是选择 哪里有适合我的服事 这个教会需要什么 是我的恩赐 可以贡献得上的 你们不会这样想 就完全是针对 我自己想要的 所以很可惜 我们好像 有不少基督徒 就是我们难免 会落入这样的陷阱 就变成一个世俗化的 这种思维跟喜好 来跟随神 就好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 他们凭着自己的喜好 自己的印象 他们觉得尼赛亚 就是军事领袖 我就是要用军事领袖 我就是要干掉 罗马政权 我才舒服 我心里才痛快 所以他们一心意 就是只用这样的眼光 在期待尼赛亚 那今天我们对 神的期望 我们对教会的期望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我们是不是太选择性的 去跟随 其实我来到北美 最近七年 当然我二十几岁 在这边两三年的时候 也有这样的印象 但是最近七年 我又重新踏上了 北美的徒弟 所以我对美国的印象 又更深的是什么 就是美国真是崇尚自由 崇尚到不行 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又要言论自由 要说什么就说什么 要批评谁就批评谁 就是一定要要有宗教的自由 对不对 我要信什么 我就信什么 我什么都要自由 只要我不要害到别人 我要做什么 我就要做什么 大部分很多美国人 就是这股价 什么事情我一定要有选择 你一定要给我ABC 至少三个选项 否则我就不选 我就觉得你在逼我 我什么事情 我一定要能够自己做决定 谁都别想告诉我 我该如何 Nobody tells me what to do 这种心态 我的人生是我的 我自己做主 我的日子怎么过 未来要怎么走 谁都不要想干涉我 一切由我自己来决定 我发现好多美国人的心态 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所以就是说 自由自由自由 我要自由 没有人可以叫我怎么做 我自己选择我的路 然后呢 我有权利 我有权利 These are my rights 谁都不能干犯我的权利 可是弟兄姐妹 这些想法 在现今的美国文化当中 主流美国人的思想 是这样子 但是这完全不符合圣经的原则 这不是神的心 神的自由 圣经里面的那个自由 不是我刚刚讲的那些自由 定义完全不一样 我们是灵里的自由 我们是不受罪的捆绑 我们的自由是我们甘心乐意的选择 来信靠神 来追随神 我甘心乐意的牺牲我的自由 来爱神 来爱人 那才是灵里的真自由 我不受世俗的捆绑 我不受我罪性 天然人的罪性的 老我的捆绑 而不是我要东 我要西的自由 而不是 我要这个权利 我要那个权利 基督徒的权利是什么 基督徒真正的心态是 我甘心乐意的 放下我的权利 我牺牲我自己的权利 去成全其他的人 去成全弟兄姐妹 去成全目道友 还没有信主的世人 是个舍己 不是我要这个权利 我要那个权利 谁都别想剥夺我的权利 自古以来 两千年教会 在社会上能够发挥影响力 能够活出真正的福音 都是放下自己的权利跟自由 这是个舍己之道 所以美国人 主流文化价值观 并不是很基于圣经政治 非常可惜 他们要的这些自由 就变成他们心中的那个偶像 美国人的自由 已经变成他们心中的一尊偶像 很稳很大的才在那里 可能你我都被美国这些 这种价值观 多多少少都同化了 你知道吗 或许我们不知不觉的 我们不小心的 也让这个自由 变成了我们心中的一尊偶像 但是我老实说 我说穿了更根深蒂固的问题是什么 其实那尊偶像背后还有更大的势力 就是 其实那个偶像就是我们自己 自己最大 别人的话都不用听 都是说大概听一听就好 反正最后是我自己决定 很多美国人的那个字典里面 没有 顺服这两个字 除了军人之外 没有 大家都不顺服 听到顺服就很怕 或者很厌恶 如果有人讲 Obey 讲Summit 就是顺服 一定会被认为说 那是被压迫的 那是很不好 很负面的 一定是被什么恶势力给欺压的 而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精神上 我们也去习惯了 就是说 只要是不顺服我们自己的 不顺我意的事情呢 我就觉得 哎呀 我好委屈哦 我被强迫 很勉强 就这样 我们很自然的这个反应 但是 其实我们做父母的也知道 各位弟兄姐妹 你有小孩了 你就知道 小孩子顺从父母 才能够少吃亏 少走很多冤枉路 不是吗 特别是他们不听话的时候 我们就 哎呀 多希望他 能够耐心的 摸懂我们的心意 他就可以少吃很多亏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就要去了解说 我们仔细去想想 神 从来不 强迫我们 做任何的事情 你想想看 从你信主以来 神有强迫过 你做什么事情吗 有些 哪些事情 不是 他叫你去做的 你没去做 他叫你去做 你没去做 然后他就狠狠的罚你 然后就咒诅你吗 没有啊 神完全没有强迫你 做任何事情 神完全尊重你的 那个自由意志 你星期五 今天来不来 神没有强迫你 你愿不愿意奉献金钱 你有没有十一奉献你 有没有平常在家读经祷告 还是你奉献你的精神 在祷告上面 什么 神都没有强迫你 我也没有强迫你 其他弟兄姐妹 大部分应该也没有强迫你 所以神跟我们的关系 是一种爱的关系 是真正的 他自内心的爱 是彼此甘心乐意的 那一种关系 那才是神要的关系 所以顺服不顺服的重点 完全就在于 那个关系 没有了关系 把一切都免它了 顺服就没意义了 有了美好 亲密的关系 顺服才有 那个极大的意义 顺服就变成了 一件很美的事情 它就变成美事了 非常好的一件美事 我举个例子 如果我不认识的人的小孩 很听我的话 问题是这件事情 对我没有多大的意义 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 谁的小孩我不知道 他很听我的话 有什么用 一百个 我不认识的小孩 很听我的话 但是我刺激的小孩 我家里有两个 如果他们也都 但是他们两个 却都不听我的话 完全都不理我 或者是他们表面的 这个服从而已 但是其实他们心里面 恨得牙痒痒 很讨厌爸爸 怎么又要命令我做东做西 那对我的话 还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边有一百个听我的 可是我自己那两个 却完全不听我 那有什么意义呢 我心里还是很难过 所以顺服是怎么样 要建议在彼此相爱 美好的关系当中 那才是 所以弟兄姐妹 那我们如何来 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呢 很简单 读经 祷告 透过读经祷告 我知道听起来很老掉牙 反正牧师在台上 永远都讲这两三个事情 不是吗 没有错 我就是必须要讲这些事情 透过读经祷告 我们才有办法 去更深入的来认识神 来更深刻的体会神 才能够更深入的 进入神的那个同在 与主有那个真正亲密 美好的那个关系 我们愿意多花时间 跟神在一起 把心思放在神的身上 我们跟神多交流 有这个真正心对心的 这个交流的关系 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讲这个诗篇 直言不讳 直言不讳 就是我们可以真正把我们内心 坦诚的跟神来交流 那这样子的关系 这样子的互动 就会更亲密 弟兄姐妹 圣经不是一大串的这个教条 1234567全部要遵守 不是 不是一大堆教义 圣经是神的那个心意 圣经就是神的家书 我们要读出神对他儿女的那个心意 我们天天多花时间来读经 我们就能够更深的认识神的心意 我们多默想经文 然后我们用经文来祷告 我们就更能够体会其中的这个意思 我们的心就也在这个默想跟祷告中 不断的不断的被圣灵来改变 所以祷告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不能心中只有感动而已 感动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有所回应 所以哪怕是就算我连没有感动 也可以做出对神的回应 所以我们要常常天天的做出对神的这个回应 所以祷告不是只是好像我们在那边念那些咒语一样 不是 一直在那边机械式的讲嘴笔念念有词 讲一些东西就好 不是 另外我澄清一点 有很多人以为就是 祷告就是跟神说话 只要我提到 祷告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很多人就说 很多老基督徒也是一样 就是信徒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给我的答案 标准答案就是说 跟神说话 是 是跟神说话没有错 但是 不只是跟神说话 别忘记说 我们说完了 我们跟神说话说完了 也要让神对我们的内心说话 神也想对我们说话 这是第一点要澄清的 第二点要澄清的 这是更重要的是 祷告 不只是跟神说话 是什么 就是与神的同在 叫做祷告 神的同在 就是祷告的那个状态 所以只要是我 是跟神是跟神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的话 其实不需要任何语言 我们有那个心对心的那个交流 那就是祷告 祷告 祷告是对我们有很大的益处的 我们好好地读经 然后就用那个经文来祷告 祷告可以在我们心中产生很大的作用 我们来听一段菩提凡姐妹的一个见证 大概两年前开始我就常常地去读经 然后也每天祷告 然后我就感觉到了神带给我的一些改变 然后我就越来越多地看到了我自己身上的很多罪性和不足 然后呢我也感觉到开始慢慢地要用神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和我自己的生活 当然更多的是感觉感受到了神带给我的安慰和力量 是我觉得 这个就好像是我女儿在教会那个她学到的一首歌一样 就是说聪明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 愚者人把房子建在沙土上 所以我就觉得神应该就是我生命的磐石 我就觉得我只要依靠着神 那以后在经历人生风雨的时候呢 我才能够站立得住 感谢主 敌凡姐妹的这个见证说得非常好 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 在读经跟祷告当中 当我们在神的同在当中 当我们把我们内心的那个眼光注视在主自己的身上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那个方向就稳了 我们就得到那个真实的平安了 我们心中的那个罪性 我们那些盲点也都被圣灵来光照了 我们的信心就增强了 我们对世俗的那个反应 它就越来越不吸引我们了 我们生活上的看到眼前的困难 它也不会再捆绑我们的心了 这就是神在祷告中给我们的帮助 祂也改变我们的心 因为祂自己亲自的大大的与我们同在 弟兄姐妹让我们就把这个疫情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已经五个多月了 我们就是常常需要被困在家里 我知道有些人忍不住就跑出去 但是请到户外就好了 不要有室内的聚会 拜托我拜托我们这样忍住这一天 但是我们在疫情期间既然这么久了 我们常常需要困在家里面 我们就把它当作退休会 神给我们的一个退休会的一个时机 我们不出门 我们就安静下来 我们就在主面前与主同在 花时间与主同在 让主来陪伴我们 祂就会改变我们 祂就会引导我们 祂就会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 祂就可以赐下祂自己 那真正的属天的平安与喜乐 而且给我们能力来建立教会 来传扬祂的福音 在疫情当中仍然能够为祂勇敢的做见证 为祂来建立教会 得人如得云 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感谢赞美祢 祢是大君王 祢是弥赛亚 祢是勇士的君王 祢的国度是那永不震动的国 哦主啊 谢谢你 主耶稣谢谢你 两千年前 祢是道成了肉身 匆匆满满的 有恩典有真理 来到我们中间 住在我们中间 让我们看到神的儿子 让我们看到父神的荣耀 主我们知道 祢就是那大君王 祢要引导我们 因为祢已经为我们得胜 祢胜过了死亡和阴间的权势 祢打败了撒旦 还有他一切的爪牙 那我们在现今的生活当中 虽然他们还是会搅扰我们 但是主我们靠着祢 我们可以得胜 我们能够过得胜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能够在祢里面 长大成人 我们能够有那从祢而来 属天的柔和和谦卑 我们能够在祢里面 我们能够得到 从祢而来 那真实无条件的爱 我们能够得到 因着祢的同在 我们就享有内心真实的 平安与喜乐 主啊 感谢赞美 主我们再次在祢面前 立定心智 我们专心 跟随祢 我们全然地 把自己交托在祢的手中 主啊 让我们天天来到祢的面前 天天寻求祢 天天地在一切的事上 借着我们读经和祷告 我们在祢面前 生命被改变 我们也学习交托 仰望祢 谢谢主 愿祢引导我们每天 与祢有那美好的相聚时刻 愿祢大大地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感恩祈求 欧母主耶稣基督圣 阿们 不宽广 不宽心意即时在 唯有你爱不更改 每个季节 寒天只有慢慢 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讲,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不管心意其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兼只有满满。 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讲,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你的恩典歌我用,能力伏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 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记一声唱相伴。 我唱着你的爱,永不离记一声唱歌,永不离记一声唱歌。 你的恩典歌我用,能力伏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 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记一声唱歌。 你的恩典歌我用,能力伏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 我的恩典歌我用,能力伏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 你的恩典歌我用,能力伏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 我的恩典歌我用,想着你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记一声唱歌。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填补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恩怨 阿们 愿神祝福每一位 我们下周见